令人遗憾的是在美国接受F16战机训练却殉职的高鼎臣少校 今天呢他的骨灰有家人带回来空军司令亲自接机 而他的太太呢是捧着照片由部队同袍及一队以军礼迎接 场面令人逼酸 家属哭红双眼情绪不能自己 抱着高鼎臣少校两个还在强保的小孩 随后由他的妻子捧着照片和骨灰在法师的引领下下飞机 总算是回到家了 空军在美国陆克基地训练F16战机飞行员高鼎臣 不幸在训练时失事罹难 遗体清晨5点35分抵台 空军司令省一名上将率同袍及一队在七瓶上 以隆重庄严的军领引领仪式 向高鼎臣及家属致意场面庄严肃目 训职的少校高鼎臣31岁苗栗人 空军官校96年毕业 飞行时速865个小时 为了参加飞行训练 太太和年幼的儿子和女儿都一起住在美国 住了半年 未料发生这起意外 下车回家了 高鼎臣遗体先到苗栗老家绕行 亲友在家门口迎接都难忍悲伤 六名空军同袍以举手礼向高鼎臣致敬 白法人送黑法人 父亲难过道说不出话 短暂停留不到20分钟南下嘉义空军基地 马总统下午也前往公祭哀悼致意 并颁发保养令给高鼎臣的遗孀 军方表示空军将对高鼎臣追进中校 颁发奖章并且重有辅序 公祭上安排四架F16战机 以怀念九队形编队冲场 其中一架脱队单飞代表空军队高鼎臣的致意 象征飞行员远去留给亲友 无限怀念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